有一辆车 在我国发布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它贵 很多人也会讲 这个价钱我买某某车比较好 它是什么车 它就是 Toyota 的钢炮 GR Yaris 为什么 GR Yaris 会卖到这个价钱 很简单 因为这辆车有很多很独特的科技 还有元素在 其实它卖到这个价钱并不会贵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辆车 看看这辆车为什么会卖到接近30万令吉 GI Yaris 的售价高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长车 至于长车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 Toyota 特别为了参赛而打造出来的一款赛车 原厂针对了很多的细节都进行加强 可能你会说 我这台车我买一辆普通的Yaris 我自己去改也是可以改到一样的效果 但是其实并不是 因为这辆车有很多的东西都改不到 例如说它的平台 它的前半部延续了TNGA GAB 也就是Yaris的平台 但是在后半部它却采用了GAC的平台 所以它的后悬吊就从Torsion Beam 变成Number Wishbone 操控表现更上一层楼 再来 原厂的工程师知道如何去加强这辆车 例如说他们可以增加焊点 来提高这个车体的刚性 你必须知道的一点是 在一些国家 你要增加这个车辆的焊点 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这辆车已经让原厂做出了最完美的调教 因为工程师已经完全去计算好 要如何加强这款车 一般的改装是做不到原厂做出来的这样的效果 而这个也是它最值钱的地方 因为你要买到原厂改装出来的赛车 真的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GI RARIS 受较高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完全是以WRC的标准来打造 以前Toyota在WRC有非常丰富 非常辉煌的赛事历史 而这一次他们回到WRC之后 也同样延续了这个历史 在这几年他们赢得了车手冠军 还有车队冠军 都是因为Toyota Garzo Racing Team 以这个WRC规格打造这辆车的原因 但是根据WRC的规则 参加这个赛事的车辆必须是量产车 而且产量不得低于25000辆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现在这个性能那么出色的GI RARIS 而且你没有听错 它全球限量只有25000辆而已 另外根据WRC的规则 它也必须采用1.6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4WD系统 而且车身的重量必须在1200公斤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才可以看到这辆 动力强 操控出色 车身又极致轻量化的钢炮车型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它是这个WRC赛车的量产版本 所以大致上的硬体规格和这个WRC的赛车是没有差别的 由此可见 这辆车的表现会多么出色 我已经情不自禁的爱上它了 GI RARIS 售价高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限量 就像我们在第二点说过的 它全球产量只有25000辆 而在马来西亚市场的配额还不到200辆 所以这个物以稀为贵 数量稀少就成了它珍贵的理由 所以实际上 GI RARIS 在马来西亚 甚至在全球 它的收藏价值都非常的高 在一些市场例如说欧洲啊 日本澳洲等等 这辆车是供不应求的 所以我们可以分到这个100多辆的配额 真的是要非常感谢 UMW Toyota 带这款车进来 让我们开开眼界 而且重点是现在我国有着一个 免销售税的优惠期 所以你现在买到这个GI RARIS 真的不算贵了 而且我个人相信 这款车在未来 其实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前提是你要把这辆车保养得很好 话题回到一开始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说 30万令吉我们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其实你说这句话并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 GI RARIS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很硬派的操控表现 然后完全可以体验到WRC赛车的超强动态表现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值回票价了 而且以目前全球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的关系 我们要买到这样的长车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Toyota这次推出GI RARIS 可以让很多很多的Toyota fans 都相当的兴奋 因为自从在1990年代 Toyota退出了这个WRC赛事之后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Toyota推出这么出色的运动车型了 这一点真的会让不少人有这个情怀在 我个人其实也是相当喜欢这辆车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钱卖啦 如果你负担的骑这辆车 如果你又是Toyota的Fans 你也很喜欢WRC的话 那么这辆车真的是非入手不可了 OK啦以上就是我们分析出这个GI RARIS 为什么售价会比较高的原因 可是你真的觉得它的售价高吗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对这辆车的看法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价格是合理的 OK这一期就是我们的影片内容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记得多多留言哦 我们下一次emen看看 拜拜 看 大家 。